沙拉三部曲第三部 猫头鹰一言值千金 第十六章 沙拉将上衣放在干道大桥顶端的水泥柱上 爬进了她的吊潮 沐浴在周六午后温暖的阳光里 她喜欢这个地方 喜欢这条河 没有水比沙拉更爱这条河了 她喜欢小河的春天 春天里小河涨水 河水几乎漫过河堤 浪涛涌上来拍打着原木搭起的渡桥 她喜欢从桥上飞奔而过 她喜欢小河的冬天 河水从岸边慢慢向中央风动 最后冻结起整个河面 冰冷的水在白雪覆盖的冰层下静静流动 她也喜欢小河的夏天 河水渐渐暖和过来 可以让你卷起裤脚在水浅的地方涉水而过 同样她喜欢小河的秋天 就像现在这个时节 缤纷的落叶如彩色的小筏子顺流而下 不知飘向何处 沙拉经常假装自己是个小人 就像她临睡前听的那些童话故事里的人物 就像她最喜欢的那个小拇指姑娘 乘着这些小小的树叶筏子 在山区小镇和下游的大洋之间 发现某些未知的美妙世界 沙拉将下巴靠在膝盖上 幻想着这样的航行 微笑起来 妈妈该趁心了 她心里暗暗发笑 想起妈妈因为她迷恋小河 愁得经常唠叨 一想起妈妈无忧来的担忧 沙拉全然没心情想她的小河了 父母都是些咨询烦恼的人 她想 成天担忧这个操心那个 可实际上 哪有什么事值得担心的呢 沙拉记得那次和小河的亲密接触 想起这奇迹般的经历 她的心里总是感慨万千 那次 她滑下了圆木镀桥 或者说得更准确点 是被一只热情有佳的大狗给撞下去的 掉进水里的短短一段时间里 她历经了种种心理变化 最初是纯粹的恐惧 接下来 她感觉到某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淹死了 然后 她仰面浮了起来 顺水而下 飘了好几英里 漂流的途中 小河的美丽令她万分惊奇 最后转为维安 她意识到无论怎样 一切都无须烦恼 沙拉知道 那次奇异的河中历险 多少改变了她 她从此开始懂得 生命无须烦恼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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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的喊声 让她猛的一惊 你听说塞米尔莫里斯 差点在河里淹死吗 沙拉 沙拉 你听说了吗 贾森一边往她这边跑 一边叫着 沙拉从她的吊潮里爬了出来 望着弟弟慌里慌张地向她跑来 一手还用手按着头上的帽子 赛米尔 沙拉压着嗓子问 赛米尔莫里斯是谁 哦不 她倒吸了口气 明白过来 那是赛斯的小弟弟呀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他在哪 他要紧吗 沙拉的问题连珠炮似的 贾森一个还没答完 另一个又紧接着来了 他们在彼得家的杂货店里正说着呢 哎 说给我听听 沙拉气恼地叫道 一把抓住贾森的手腕 紧紧地盯着她的脸 他们说什么 我不知道 贾森也叫起来 使劲拽回胳膊 戒心十足的模样 哎呦 沙拉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 贾森 我没想拽你来着 我是说 沙拉没了声音 他不打算向弟弟解释 他和赛斯 也就是赛米尔的大哥哥的 奇妙友谊 他解释不清楚 就算解释上一百年 况且 无论如何 现在也不是解释这个的时候 得了 告诉我 你听说的是吧 贾森显得很固执 他不喜欢沙拉 经常这样对他发号施令 但他喜欢掌握 某些沙拉想知道的消息 这使他感觉良好 好了 贾森 你听说什么了 告诉我吧 人家说 那个笨得要命的小家伙 做了只小法子 想顺着小溪漂流 可是在小溪的入河口 法子翻了 他掉进水里 水流很急 哦 还说到他哥哥 把他从水里拉上来 正巧赶得及时 赛斯 沙拉心里念叨着 他 他们没事吧 我不知道 沙拉 我就知道这些 贾森往家里跑去 沙拉站在桥的当中 不知道该做什么 是不是去赛斯家 静止敲他家的门 这似乎太鲁莽了 他从没到赛斯家里去过 要么 我就从他家门口路过 看看有什么动静 他转过街角 朝赛斯家走去 街道和往常看上去 没什么不同 沙拉没看见任何人 周围没有车辆 也没有人 和平常一样 赛斯家看上去很安静 没有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 沙拉的心 砰砰地跳得厉害 他想找到赛斯 确定平安无事 好放下心来 可又不知去哪儿找 周末 他很少见到赛斯 他不知怎么办 沙拉又朝杂货店跑去 也许他们还在谈论这件事 也许那里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沙拉冲进杂货店的前门 这是栋年久失修的老房子 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气味 药品 香水的气味 混杂着平底锅 煎烤汉堡牛排和洋葱的味道 他看见三五个人坐在冷饮柜那儿 正热切地聊着什么事 沙拉躲在书包架后面 免得别人看见 一边尽量向他们靠近 竖起耳朵听 真蠢哪 这帮孩子们 他们就是不明白河水急 危险着呢 他们把河当成游乐场了 专门给他们玩呢 沙拉听见一个上年级的富人抱怨着 哎 现在的孩子们 你知道可不就这样 他们把什么都当作游戏 如今你是没办法让他们干正事了 比特一边说 一边拿着块脏兮兮油腻腻的抹布擦柜台 沙拉一边听一边皱眉头 这帮爱犯牢骚的老家伙们 他心里嘀咕着 怎么回事 说说怎么回事呀 哦 那孩子也不是头一个差点淹死在河里的 汉德森家的女孩也差点淹死 不是吗 叫什么名字来着 沙拉 对吗 我听说她掉进河里 差点没了命 该有人管管这事了 别让那帮孩子们在河上玩耍了 应该禁止他们去玩 沙拉在书包夹后面蜷缩起来 她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 她简直担心别人会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想跑开藏起来 但没地方可逃 要让别人看见自己藏在这里 还不如死了好呢 她妈妈跟我说 她说了无数次 叫女儿别靠近那条河 可就是没用 现在 我还看见她时不时地悬在河面上玩 哎 我说啊 要是我的孩子 他们可休想去河里玩 我给他们一大堆的活做 让他们忙得顾不上河不河的 要是他们不听话 照我说 他们非得听话不可 一个大块头的女人说 沙拉从她藏身的地方往外看 要是我是你的孩子 我马上坐着法子飘走 离你越远越好 沙拉心想 离开你们这群人 你们什么也不懂 又刻薄又讨厌 前门砰的一声开了 进来三个男人 他们没事 沙拉听见其中一个说 大孩子让块带刺的铁丝网刮伤了 不过看起来还不太厉害 大概没问题 如果路上雪不流光的话 沙拉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塞斯 她心里喊道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她觉得自己马上要崩溃了 那孩子真是好水性 我是说 要让我跳下去 我还真犯犹豫呢 水流凶险着呢 医生给她缝合了吗 医生出城去了 只好开车送他们去 弗洛威尔的医院 医院 塞斯去医院了 沙拉再也待不下去了 她从书包架后面跑出来 飞快地冲出门去 根本没人注意到她 她沿大街跑着 泪流满面 她觉得没有比这更难受的时刻了 她跑过了干道大桥 又顺着河边小径 还有她和塞斯的秘密小道 一路飞奔 然后沿着塞斯大的奇妙树梯 上了树屋 沙拉现在待在他们的密地 知道她受了伤 或许吓得半死 自己却见不到她 也没法安慰她 帮助她 沙拉觉得 这大概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事了 她用手捂着脸 哭啊 哭啊 哭得伤心透了 索罗门 索罗门 你在哪儿 索罗门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帮助塞斯 索罗门 你在哪里 索罗门正绕着树屋的上空飞翔 沙拉睁开眼睛 密其眼瞅着天空 但泪水遮住了视线 她几乎看不清什么 她在衣袖上擦了擦脸 醒了醒鼻子 好让呼吸顺畅些 可她还是觉得头脑发闷 鼻子一点也不通气 她很久没哭得这么厉害 哭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难受极了 可是 看见索罗门在她的上空盘旋 她立即觉得欣慰了 沙拉从这只神奇的猫头鹰那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最重要的 当属强有力的吸引定律了 所有的定律 一切也没它重要 索罗门曾经说过 吸引定律规定 同类的东西互相吸引 沙拉知道 无论如何 她现在的心情 与索罗门所代表的幸福安乐 毫不相配 所以 她自然也明白 在她感觉如此恶劣之时 索罗门是无法帮助她的 甚至无法和她在一起 因为索罗门是幸福之师 沙拉将身子坐直了些 她扯下扎着马尾便的橡皮筋 用牙齿咬住橡皮筋 拿手指梳理一下头发 然后重新用橡皮筋 扎了个马尾便 接着 她在袖子上擦了把脸 深深吸了口气 努力寻找快乐的想法 就像索罗门以前 反复教她的那样 沙拉知道要找回安乐状态 她必须抛开这些痛苦的念头 代之以快乐的思想 可是 做起来并不容易 如果你平生最要好的朋友 遭遇不幸的话 更是如此 沙拉望着索罗门 在天空盘旋 她用力震动巨大的双翼 越飞越高 接着又轻盈地 从高空滑翔下来 越飞越近 索罗门的盘旋 具有镇静效应 单单看着她飞翔 沙拉就已经觉得好受多了 心里几乎平和起来 这时 索罗门轻轻地 降落在平台上 落在了她的身边 不必烦恼 亲爱的沙拉 索罗门开口说道 索罗门 你能来 谢谢你 塞米尔掉进河里 塞斯把她救了起来 不过 我想塞斯受伤了 塞米尔怎么样了 我还不知道 索罗门听着沙拉解释 接着沙拉打住了 想起来用不着 向索罗门解释这些 因为沙拉知道 索罗门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她肯定知道 塞斯的事 因为沙拉 塞斯和索罗门三个 是最要好的朋友 看来你受了 杂货店那帮人的感染 也苦恼起来 沙拉 你忘了 幸福是充裕的吗 沙拉看着索罗门 哦 对呀 我想是忘了 她轻声说 有些难为情 沙拉 别对自己太严厉 正常的人都会这样 看到眼前的事 就相应的 为自己的心情 定下调子 当你爱的人 经历某些 你不愿他经历的苦难时 心里难过是正常的 不过 沙拉 你得记住 你是无条件 给予爱的人 而懂得并享有 无条件的爱的人 无论什么情况 都能够感觉快乐 沙拉微笑起来 想起他们三个 曾花了很多时间 讨论无条件的爱 他们曾谈到 当一切顺利时 保持良好心境 对人或是心怀爱意 是很容易的 可是不如意时 仍能让爱充满心肩 这才是对 无条件爱的 真正的考验 塞斯和他弟弟 都没事 沙拉 我看铁丝网滑的伤口 很快会愈合的 不过 忧心忡忡的城镇 恐慌忧虑的父母们 倒是会造成 更大的伤害 哦 这类伤口 更折磨人 沙拉完全明白 所罗门的意思 藏在杂货店 书包架的背后时 他已经亲自领教过了 这件事 你能帮上大忙 沙拉 你说什么呢 你不会去 夸大渲染 负面感受的 毫无疑问 你是唯一 这样的一个人 你将是 塞斯生命中 值得信赖 可以依靠的人 你完全懂得 他的幸福 沙拉 感到一阵 强烈的内疚 涌上心头 因为她把 塞斯的幸福 忘到脑后去了 轻易就被 恐惧和痛苦的激流 冲昏了头脑 不要为你的 担忧沮丧 沙拉 你担忧 只不过表明 你非常爱你的朋友 不过你很快 就震惊下来了 实际上 如果不是刚才 信心动摇 你也不会理解的 这么透彻了 因为你保持 沉着的愿望 现在更加强烈 沙拉心里 舒畅多了 沙拉 别去关注 塞斯的伤口 这样才能体现出 对朋友的爱 可是 索罗门 那她不会觉得 我对她 不闻不问吗 沙拉 我不是让你 忽视你的朋友 只不过是 不要给予她 负面的关注 去关心塞斯吧 但只需关注她 这次经历中 让你感觉好的方面 我相信 这会大有好处的 沙拉 不必烦恼 可爱的姑娘 以后再聊 索罗门 扇动强有力的翅膀 腾空而起 不见了踪影 沙拉深深地呼吸着 索罗门给了她 很多需要思考的东西 她寻思着 什么时候 可以见到塞斯 又琢磨着 该跟她说些什么 今天 见不到她 她倒觉得松了口气 因为她需要时间 来想想这一切 并且学习 如何只怀抱 积极的想法 是的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